男嘉宾不尊重妻子 认为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庸品 在台上大放雀词 气得土垒直接离场 能让主持人急眼的嘉宾真不多 但今天的男嘉宾小冬却做到了 小冬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教师34岁 而他的妻子洪梅和他一样 也是一名教师同样34岁 两人结婚8年 有一个女儿于半年前离婚 洪梅表示离婚是她提的 因为婆家一直把她当外人看待 不尊重她 可小冬却觉得她是在无理取闹 结婚8年来 洪梅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 生活的琐碎让他们产生了不少矛盾 洪梅买个酸奶 公婆会嫌她买多了 然后数落她一顿 而每当这种时候 小冬都会站到父母那边 九二九之 洪梅连快递都不敢往家里寄了 只能寄到同事家里 然后再想办法偷偷带回家 天冷了 洪梅想买套秋衣秋裤 便是先询问婆婆 要不要也买一套 婆婆拒绝了 可当她把秋衣秋裤买回来 婆婆却不经她同意 偷偷拿去穿了 而且这样的事情还经常发生 洪梅对此很不满 小冬却觉得 是她太小肚鸡肠 你妈有错吗 你想一想你嫁到我家就是我家的人 那我家的东西 你想一想我妈 你要求后还用第三三四的去求你吗 没错吗 孩子都知道 不问自取是为贼 怎么的 为人师表还不懂 而且一直以来 洪梅的工资卡都上交给了丈夫 然后每个月从丈夫那里拿零花钱 可即使这样 婆家对她还是不满意 于是洪梅产生了搬出去住的想法 刚好小冬有个朋友是做房地产开发的 手里有个顶账楼 洪梅便想买下来 然后搬出去住 可公婆都不同意 小冬还为此指责洪梅不孝顺 不知道感恩 想想她一点都不需要感恩 下边回来吃现成的饭 孩子有人照顾 你说你一点不感恩 总说这是那 她说 父母含辛茹苦把她抚养长大 她就应该在父母身边照顾 但搬出去住就是不孝了吗 洪梅只是想 等公婆年纪再大点 再把他们接过来照顾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吵 可小冬就是不同意 于是两人大吵了一架 洪梅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本是夫妻间的伴嘴 不想三个月过去了 小冬都没有去接她的打算 最后洪梅自己回了婆家 却意外发现了 更让她难以接受的事情 洪梅不想和公婆一起住 丈夫不同意 还说 她还说呢 你在我家不得感恩 你愿意住 你这里出去住就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住 这委屈谁受得了啊 于是洪梅一气之下 回娘家住了三个月 不想丈夫不仅没去接她 还在她离开期间密谋了一件大事 她父母就格外有一个就是 开签房啊 在我回娘家的三个多月期间 他们家我就估计 就是在预谋这件事 你说话别那么歹毒 什么叫预谋啊 怎么不是预谋 他们家的意思呢 是想写她的名字 看我回家了 拿了一份协议要我签 这协议上的内容是这么写的 父母吧 愿意把这个房子 转赠给我的儿子 与我的儿媳妇无关 这就相当过分了 结婚八年了 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却被这样排斥 洪梅无法忍受 所以提出了离婚 可这在小冬看来 却是正常的 你想一想 说在这七八年当中 我们摩擦不断 那我父母有我父母的顾虑啊 他们年龄大了 你想一想 他们这辈子 这大半辈子 唯一的积蓄就是这处房产 你想一想 能因为我们俩的婚姻破裂 把这房产 分给你一个外人吗 外人 妻子成了外人 那谁是内人 还有 你都把人家当外人 为什么还心安理得 拿人家工资卡啊 洪梅刚为自己打抱不平 立马就遭到了小冬的教育 嫁给我那天 你是我的老婆了 你竟然顺从我 我说啥 你就得轻点就完事了 我丢 弹幕交给你们了 主持人也听不下去了 直接问他 你想复婚吗 意思很明显 你不要忘记 你是来求复婚的 可不是来彰显大男子主义的 小冬这才回归到了正题 说 他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主持人却觉得 这里面有猫腻 一问 还真是 原来小冬之所以来求复婚 实际是想生个二胎 延续香火 但人家话说得漂亮 听到这话 洪梅不得不反驳一下 既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为啥开个家庭会议 都不让我参与啊 更过分的是 那不然这女主人还另有其人 主持人实在听不下去了 感觉自己回到了古代 于是将公公请上来劝导 公公表示 只要洪梅答应复婚 可以跟他们提条件 听到这话 主持人眼睛瞬间就亮了 自动帮洪梅提起了条件 这回答主持人可不满意 所以一直追问 最终让小冬硬下了这事 但即使这样 情感导师们也仍然不看好 这段感情 徒累更是气愤离场 男嘉宾不尊重妻子 被情感导师怒劈 徒累更是当场阴阳怪气讽刺道 口口声声 一家人 其实从来没有把别人当成过一家人 甚至没有把别人当成人 口口声声说 我的妻子不可或缺 但其实要的不过是个顺从的奴隶 口口声声说 我要来复婚 其实不过是趁离婚 今天把房子搞妥了 回来要孩子而已 使用自己的感受 完全不过别人的感受 极其自私 说话 手不摸着良心 嘴不对着心 极其虚伪 说完他还不忘劝红梅改嫁 如果我是你 我带着孩子另嫁他人 我找一个 哪怕不是他的血缘关系的男人 只要他正直 包容 善良 我就让他叫他作罢 好不容易吐槽完了 他却越想越气 直言 怕红梅一会儿原谅小冬了 他会受不了 所以先离场了 能把图雷老实气离场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主持人也很气 但毕竟 婚姻是人家夫妻俩的事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而且孩子却是无辜 所以他不得不按照正常流程 给两人互诉忠常的机会 小冬表示 余生 他会改过自新 好好对红梅 希望红梅给他一次机会 那红梅会答应吗 就在两人去后台思考的时候 现在观众进行了一次投票 如果自己是红梅 会不会选择复婚 结果百分之百的人选择不会 其中还包括很多男性观众 主持人挑了一个男观众询问其看法 还好 不正常的只是少数 可红梅的选择 却让观众大失所望 他选择 再给小冬一次机会 当然 这也不能怪他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或许 小冬也有对他好的地方 只是希望 小冬真的能做到自己的承诺 改掉自己的大男子主义 对红梅多一些尊重 那么你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呢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喜欢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 下期见 拜拜